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早就出席了基本能力评估及评估素养统筹委员会的会议 也听取了他们就着来近有关小三TSA的安排的建议 我听了之后我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在2018年小三TSA的安排 我们是会以一个不记名不记客 也都不修学校报告的抽样方式进行 在抽样方面我们会在全港的小学 包括了直支和津贴学校里面 是抽大约10%的学生去参加这个评估 这个评估是足够提供到足够的数据 给政府在全港的层面里面收到足够的资料 去继续我们改善我们的教学措施 或者改善我们的教育政策 而我们也都照顾到因为有一些特殊教育的组别 譬如非华裕学生或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我们都需要知道他们在基本能力上的表现是怎样 以我们能够更加提供到更加好的措施去协助他们学习 所以我们就着这两个组别 是会另外分开会抽取一部分的同学 是会参加这个评估 至于抽取的数目多少 是会经过一个专业的讨论 看看多少的数据才能够做到一个有效和可信的数据给我们 而委员会也都经过过去两年多的努力 也都听到很多人的意见 发觉其实在学界里面 在专业界别里面 大家都认同这个评估是可以促进到教育学 也都有不少的学校是希望能够在学校层面里面 能够继续收到一些报告 去帮助个别学校去改善自己的教育 所以我们也会提供一个服务 就是要求考评局 是为这些如果想自己学校全部小三的同学 都参加一个TSA的评估的话 是可以为这些学校提供这个服务 也都可以为这些学校提供一个学校层面的报告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要强调 这是一个自然的参与 而政府是不会去拿这些学校的报告 更加不会去追问究竟哪些学校有参与 或者没有参与 所以这个纯粹学校是根据他自己在教学上面的考虑 作出一个专业上的决定 在过去两年正如我所说的 在过去两年正如我所说的 委员会的委员都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神 包括学界、法学团体、学校 以至于家长做了很多深入的讨论 而得到这个报告和这些建议 我在这里要对他们作出一些冲心的感谢 我也都希望在未来我们和社会各界的人士 包括了家长能够携手后作 一起为我们的学童努力 而委员会是会继续去看着整个评估素养 或者整个评估的发展 看下怎样可以继续在教育学上面 提供更加多的资讯和服务给整个学界 我们也都会继续密切留意 究竟在学校或者社会上面 还有没有一些经常提到有粗练的 就是因为TSA而引致粗练的情况出现 我们会透过各种方法去做这件事 我知道晚些委员会也会有一个记者会 去详细解释或者去简介他们的 今天作出的报告和建议的内容 我想我暂时先说到这里 其实学校都可以继续拿到报告 是不是真的有效可以减少到粗练的由因 在我们政府的需求上 我们的需要上 只是一个全港性的一个报告 所以在我们的要求里面 也都这次委员会提出来的建议 也都符合到我们的要求 就是说 只是政府用百分之十的学生去考 可以提供到足够的数据给我们 至于学校去选择自己去选择 在一个学校专业上的讨论 我相信在学校一定会 是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去做这个选择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说 在TSA和一个操练 未必必定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过去两年以来 委员会提出了几个建议 包括了在题目上面的一个检讨 包括了提供一些不同的报告 或者一些专业的支援 以至于可能加上一些问卷的调查 这些其实各方面的因素加起来 再重新过去两年 透过委员会的工作 向不同的学校去讲解 或者透过教育局的讲解 其实我们过去两年 是看不到一些很明显的操练的情况出现 但是我们也考虑到 委员会也考虑到 就是在社会上仍然有这个担心 所以我们今次他们的建议 是将一个全港性的一个诉求 就是对资讯上面或者资料上的诉求 和一个学校层面的诉求分开去处理 全港性的诉求 就是说需要一个全港性的资料 继续会是一个由教育局 由一个政府要求 学校去参与 但是在学校层面的报告 就完全是交给学校 去讨论之后 去作出一个决定 那我们相信这个 我们是会要求全港所有的学校都参与 包括了津贴学校和直接学校 那我们会在全港的学校 现在的想法是抽10%的学生参与 所有被抽到的学生都必须要参与 我想问 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比例 你怕不怕其实出来的报告 那个研究的价值其实是比较低的 还有想问 其实今天有说过过法 其实中小学是需要教学生唱歌 那其实如果中小学做不到 是不是有一些价值呢 还有其实国际学生或者其他的学校 其实在学校也缺乏了 这一条条例呢 我讲了有关于TSA的东西 在决定百分比的时候 我知道委员会 其实是找了专家 包括了政府的统计处 一起去商讨在专业上面 究竟需要用的 一个百分比呢 多少可以提供到一个可信的资料 所以我们相信 百分之十呢 其实提供到的资料呢 是足够作为政府 在一个全港性的 一个的 资料呢 去方便我们做一些教学的措施 至于其他的问题 我想稍后我一次过再回答 我回答了 有关TSA的问题 一些学校还能收到 一些学校的资料 从检测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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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女朋友 做完整局 企团 在 Sword braucht 2016并以 Gesicht ему 部分 cies 另一方面是解釋的问题 我们认为确认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认为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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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是需要区域的ou essa标志特の Thus,我们仰àn Trick需要 Für 区域的过程 广东部的 graft位传统工的与其让 区域的专业传硏认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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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 其實我們在整個TSA的目標裏面 其實都沒有改變過 我們其實一直以來整個做這些評估 我們都是愛良文貴學語教 不是要去考究竟同學有的成績是多少 而是說我們要知道在全港的層面 我們的學生在中英數三科裏面 基本的能力究竟達不達到學習階段的一個水平 以往當全港所有學生都考的時候 能夠更加有一個學校的報告 給每一間學校都能夠看回自己的同學 究竟水平去到哪裏 我們是否需要在教學上面去做一些針對的措施 我們現在做的事同樣地在全港上面 我們一樣拿到一些可信的數據 去方便教育局去繼續去做 我們改善一些教學的措施或者教育的政策 而在學校上因為每間學校都不同 過去我們都看到有些學校是覺得 這個學校層面的報告對他們很有用 可能有部份學校也都覺得 可能他們也都未必有這麼迫切的需要 所以在2018年 我們是將這個選擇權交給學校 我們仍然是從一個教學的角度 我們覺得在學校層面的報告 是對教學能夠提供到一些資訊 對學校如果能夠適當地運用 是可以方便到他們的教育學 但是最後這個決定 我們是會交給學校去做的 我會否覺得如果當有些學校 學校比較好的學校 全部學校都去考慮 超越資訊 還有這個新公民是否是 forever 還是試一年 這個會是我們一路 暫時會做下去的形式 當然我們長期都會 將這些評估不斷地去優化 去改善 所以暫時來說 我會說這是一個長遠的措施 至於學校自動參與 數據會不會影響全港性的數據呢 這個我們的專家 是會有方法去處理的 是一定不會影響到全港的數據 為何博士不考慮使用學生 作為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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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我們使用學生作為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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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 在國歌法裏面 同樣第十一條 以我所知 它在裏面亦都沒有一個份真 當然我們必須要考慮整個國家的國歌法的立法原意 以及背後的要求 我們亦都會在做本地立法的時候 將它適當地配合香港實際情況決定 至於譬如你提到國際學校那些 我們需要再做實際的出人情況 我們會再做討論 謝謝大家 I want to give a thanks so they're putting forward Question